咱不说狗了 咱说你吧 抱歉 梁盛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不说他们家这狗的事了 说你工作的事 对 您嘴笨 我体谅您 你现在是真的当司机 还是说也 有人怀疑 所谓的怀疑是 张梁盛老师这个电视节目上出现 那电视节目上出现 大家会怀疑说梁盛 你现在到底还是不是司机 大人是司机了 这个我可以作证了 梁盛 但是我觉得这样 你要不信的话 晚上您有撤吗 有撤我给您送回去 您试试 别客气 但是梁盛 我觉得梁盛这司机章特别辛苦 你看陈欧是吧 为自己代言 工作很辛苦 压力特别大 有时候经常就晚上去喝酒 然后喝到凌晨 这事你怎么都知道呢 有一次我也在场 对 然后梁盛就一直就孤零零的 在那个车里等着 然后陈欧喝多了 把他掺出来 有什么话跟他说吧 司机竣来等老板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的职责 如果有其他公司的人 因为你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而在那说三道四 你认为 他是那个 叫以小人之信 对俊子之父 然后还没有人品 但是我觉得你的职责是两人 但是 两年 两年你在居民品单挺好的 我记得当年那会儿 你媳妇开了一停车场 是吧 对 您挺惯心 我媳妇的 我想问你 我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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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你们接话